到了 刀下流人 停止行刑 刀下流人 刘萱 我亲手陪着你这么多年 花了多少心血 今天 却又要亲手杀了你 你知不知道 此时此刻 我心如刀割 你没有把握 就不该理下军令状 让我为难 停逃了 可是你还有机会 你只要供出 他可能藏匿的地方 帮助抓到他 我答应你 会从轻发落 陈御义 我再问你一次 你相不相信这世上 有长生不老啊 我现在 连脑袋和身子 都顾不到一块了 我还管什么长生不老啊 哼 也对 时辰已到 记鼓 你还管什么 你还管吗 你还管你 你都要管你 我懂你 帮你 我多管我 我你还管你 你还管我 我来管我 你还管我 刀下留人 停止行刑 刀下留人 提莹 刀下留人 提莹你终于肯现身了 太后误会了 提莹只不过在忙别的事 耽误了点时间 你忙 忙得连你爹的脑袋都快掉下来了 提莹知道错了 下次不敢了 太后啊 你如果能够将所有人都放了 提莹愿意将这个药给奉上 你知道这药 听刘将军说过 这个叫做香精花露水 它撒在身上很香很美的 没错 是香水 可那香水本来就是我的 你要用我的东西去换这么多条人命 凭什么我要答应你 不是啊 太后 这个香水的用法很独特的 我必须要详细跟您报告 如果太后坚持要杀了所有人 那提莹也势必活不了 那提莹活不了 这个香水的用法就会成谜 没有人知道的 真的 你知道用法 好吧 事到如今 我料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样 先把香水盛上来再说 太后 别啰嗦 照办 是 放人 爹 师父 爹 爹 爹 别让女儿不孝 快点受苦了 爹 师父 我们得救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说太死多了 刘轩 你过来 我以后再找你送这把 参见太后 轩儿 今天的事 我纯粹是对事不对人 你私利逃生 该不会怪罪我吧 轩儿岂敢 那就好 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 亲自为你 割腕殉琴了 什么 他没事 你去看看他吧 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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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没事了 太好了 谢天谢地 琴子 二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事等会儿再说 琴子他怎么样了 他以为你死了 竟趁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 割了手腕 想追随你而去 琴子 你干嘛那么傻 这么想不开 我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对我 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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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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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哥 闲瑟 我们都死了吗 我们就是在地狱里又重逢了 对吗 没有 你是在你的琴势里 太后 已经把我给放了 没事了 玄各 大哥 大哥 等等我 大哥 你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亲子没事 二哥又死里逃生 你怎么还不开心呢 开心 你被人当成猴子耍 你会开心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上了太后的凳 你二哥 一直是太后的心腹 太后说要叫你二哥斩首 只不过是虚晃一招 这下可好 她释出亲子 和你二哥之间的生死情谊 可我呢 我家的中间算什么东西 大哥 你不要劝我了 我一直相信 你二哥在替太后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等我查清楚了 你不会饶过她 大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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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走啊 你们别走啊 我还是很均人手的 我爹还有很多毒门 你后面交走的 别走嘛 就说你们留下来吧 别走 别走 在咱们淳衣医院学医啊 真是提着脑袋在干活呢 这三番五次的 命都快没了 谁还敢留下来 爹哥 你就少说两句 我说错什么了呀 我要不是爹的女儿 我早走了 有这个小嫂把心在这儿 小妙随时都会不保 大姐 李莹 进来 爹 爹 你还好吧 没事吧 要不要给您找个大夫 把把卖啊 你说女儿这脑子 真是笨笨的 爹自己就是个大夫 而且还是个名医呢 好了 别静说好听的 你告诉我 在刑场上 你给太后 那个换来众家姓名的 那瓶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香料 对爹也不说实话 不是那个 那个确实是香料啊 你以为爹老了 好蒙骗是不是啊 我 我没这个意思啊 爹 都怨那个刘轩了 他再三叮咛我说 不能说实话 要不然会惹来杀神之祸 我是为爹的性命着想啊 快说 究竟是什么东西 快说 青春不老药 你说青春不老药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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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说了 青春不老药 有青春不老药 难道 难道那个刑山说的是真的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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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走 干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姐姐 快逃吧 官兵抓人了 快跑吧 姐姐 她叫我姐姐 站住站住 宫女 你们看我像宫女吗 宫女也就十七八岁 我都这把年纪了 你 你 你不是十七八岁 你是四五十岁啊 你还真说对了 我比你娘还老呢 混蛋 敢占老人便宜 带走 走 快跑 刚刚有没有看到 一群蝙蝠 和一个中年女人 从这儿经过 中年女人 就是用蝙蝠 到处杀人的女魔头 看来你给吓坏了 姑娘 没事回家吧 别在这儿待着 启禀太后 王宫内外 已布下大小机关 八十余座 臣等誓死保卫布老药 绝不容许贼人 有半年可乘之机 再严密的防守 也难免会有 疏忽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我尽快 服用布老药 让贼人失去偷窃的目标 懂我的意思吗 太后您真是睿智 微臣明天一早 就去把蹄蝇 给您带到皇宫里来 刘萱来了 参见太后 你们先下去吧 微臣告别 是 轩儿 起来吧 谢太后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叽禀太后 郎中岭留宿 已施谩骂太后一案 这种人值得我过问吗 我问的是秦子 秦子 秦子这次割腕自杀 实在让我心疼 你有空就多陪陪她 别让她再做傻事了 臣遵旨 遵旨 这可不是命令 是我在求你 是我把秦子的性命 和她一生的幸福 托付于你 你懂吗 臣 必当舍身保护公主 不会让她 有半点伤害 看来你还是没弄懂我的意思 你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 我也一直把你们当成 我的亲生子女看待 参见皇上 面丽平身 谢皇上 儿臣叩见圣母皇太后 千岁千千岁 皇上何必行此大礼 岂不折煞我吗 不 不是 哀家可是太后 哀家 比我这个镇 可大多了 比我还大 一国之母啊 贵是肯定要贵 败是一定要败 又贵又败 只怕 皇上是表面尊敬我 心里面 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啊 我 我哪儿没把您当回事 我 把您当回事了 我 吃饭的时候也想着您 走路的时候也想着您 坐着的时候也想着您 今天晚上我睡觉还梦见您了呢 真的 是啊 我每天都祈求老天爷 让老天爷保佑您 长生不老 好 健康美丽 朕都已经死了 您还活着 朕的儿孙们都死了 你 您还活着 朕的儿孙的儿孙 哎呀 反正 天崩地裂 海枯石烂 你屋屋圆圆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活在这个世上 遵旦 嘴巴可真甜啊 可是现在才来逢迎拍马 会不会迟了点 嗯 你明知道我要捉拿柳轩 去派兵阻挠 使他趁乱逃脱 啊 改当何罪 啊 真无此事 右遇 让我此事 我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派兵阻挠呢 再说了 我也没兵啊 兵忍不都在你那儿呢 好 还有兵 去 那你说说看 这是什么 李克 你怎么比朕还笨呢 这让他们换了平民的衣服 你怎么忘了给他们收药牌呀 这世的你 你坏了朕的大事了 他 他还好明鉴 我在李克商量 今天晚上有点好的料理呀 还想着吃 还不肯认罪 来人 把这个奴才给我拖出去砍了 是 不行 太后饶命了 不行 不行 太后 不行啊 李克 李克 站住 你回来 李克 皇上 刘香 太后 你在宫外候着吧 遵命 你 屁股痒了吧 我 家法伺候 别 李哥 杨博也得等到老虎长大了 李哥 真没想到 连你这不经事的小鬼头 都敢背叛我 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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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血的东西 你现在自信 你这身难保了 还得形同一个奴才 你打我呀 打 好 动手 是 腾锁了 不行了 我看你是向天借胆 敢跟我作对 有一就有二 这次你是派兵阻挠我的追捕行动 说不定下次 就是兴兵造反 给我狠狠地打 是 撑死我了 不行了 慢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太后 这皇上事先知道要受罚 所以垫了个棉垫子 这要天女散花 懂吗你 李哥给我算准了 扒了他的裤子 再打 动手 是 哎呦 哎呦 哎呀 不得不得 一点都不得 哎呦 啊啊啊 不得 哎呦 不得 好啊 你再平嘴了 不得 给我用劲打 哎呦 你老妖妇 哎呦 你敢打皇上 哎呦 还敢口出狂言 哎呦 你给我往死里打 哎呦 死了老太婆 哎呦 你皇上都敢打 哎呦 轻易犯上 哎呦 这要 这要灭你的九祖 哎呦 麻烦尸 罚你 罚你 罚你给朕倒屎盆 倒尿盆 罚你 罚 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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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我 罚我 罚说服你 Santos